又一男星去世,才刚出道不久,年仅二十岁死亡原因沉迷。 昨天,韩国艺人金东润突然离世,他才刚过完二十岁生日。 这条消息让很多人都震惊了,大好青春年华才刚刚开始就这么消失了, 感觉他的家人应该也是猛的吧,才刚刚开始奋斗自己的事业就陨落了。 金东润是韩国男团Spectrum的成员之一,曾经参加过韩国的综艺节目MXNN,而迅速受到大家的喜欢。 他们在五月份发行了第一张专辑,在六月三号过完自己的二十岁生日。 前一天还和组合的成员们在一起聚餐呢? 还晒出了和粉丝们的合照。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他的气色很好,并看不出来已经得病了,就连一点征兆也没有。 就在刚聚完餐的第二天突然宣布离世的消息,这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。 这是为什么,同时也有很多人都接受不了。 金东润体重只有56公斤,他身高1米8,所以身高和体重严重不成比例。 再加上他太过销售了,如果你不想打工,想月赚十万以上可加微信一3955063637。 了解赚钱方法,公司在宣布他死亡的声明里,并没有提及死亡原因,只表示突如其来的背报。 让其家属和Spectrum的成员们都陷入了悲痛之中,并带着哀悼的心情为故人哀悼。 就连葬礼的问题,也是根据家人的意愿低调举办,所以金东润的死因已经成为谜底了,就连葬礼举行的也是非常的快。 刚刚却是去世就要办葬礼,难道不检查死因吗? 不应该给粉丝和家属一个交代吗? 到底是他杀,自杀或者是劳累过度? 就这简单的处理了,不有点草率吗? 现在韩国艺人的死亡率逐渐在提高,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开,或许他们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,一个20岁的花季就这样没有了。 韩国今年去世的偶像成员也有很多,比如韩团百分百里的徐明佑,去世年仅33岁。